那刚刚我们看到node.js 那这个你可以选择说我进去 然后选install 然后就会下载安装程式 你安装了之后 它就可以在一般的电脑上面执行 然后呢 这里其实已经有安装了 这是node.js的 的一个输入的环境 命令列的环境 你可以 它的写法跟C元比较不一样 它是互动式的 像这样 这个东西呢 当然你程式不会是这样开发 这只是让你测试而已 那你真正的程式开发呢 可能会用命令列的方式 然后你一样用记事本 或用任何编辑器 node.js加加来写 那写一写之后呢 你就去执行 那这个东西 我这边其实也有 也有做了一些测试范例 那像我这边有一本JavaScript的电子书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看看 那 上学期我有稍微去 学了一下node.js 那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所以我打算在下学期的 网路程式设计里面 我们就采用node.js来教 就不再是用cshop了 那 像这个环境设定 怎么写一个hello 其实他hello真的就很简单 就hello 那我们来试一下好了 就是我如果写一个程式 ok 那 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node.j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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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打node 什么程式的话 他会执行 那个程式 我们稍微看一下 我这里打node hello.js 那就是我把这个东西 存起来变成hello 好 我现在弄一个 在这边弄一个 弄一个node的资料夹 hello.js 把他存起来 把他存起来 好 那我就切到 g槽 去 好 那这样他就可以执行 ok 那不用编译 因为他是立即编译执行的 所以任何错的话 就是执行的时候才会发生 那当然也会更复杂的 程式 比如说像这样 我建立一个这样的程式 那我把它 那通常node.js 是用来写webserver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 刚刚那个只是范例 那接下来就是写webserver 但是其实不一定要写webserver 你可以写很多 有趣的程式 但是不一定是要webserver上面 那 这边是 叫做hello server 诶 我这边叫什么 我这边叫什么 webhello 好 副档名都是.js 好 那我就node 等一下 他 server run through 哦 可能80已经有人用了 试试 有可能 我看一下 好 或许80有人用 试试看 别的 那也有可能是韩式库没有装 这个require就是韩式库 那我不确定这边 是怎么样 好 可以耶 好 所以不是在80 我现在改成8087 了 所以呢 应该写8087 OK 好 那他在8087 那我们就可以 localhost 8087 这一个server什么都没做 就只会告诉你hello 这等于是一个hello的web server版 好 那所以呢 接下来当然这边我就有一些 还有一些 相关的程式啊 比如说你怎么写web server 当然下学期我们会有更多的程式出现 比如说怎么做web server 怎么做完整的网络笔记本啊 怎么写 写危机引擎啊之类的 然后怎么用资料库啊 怎么做简单的游戏啊之类的 那html5是什么啊 然后css是什么 javascript是什么 怎么用 那 node.js 的 各式各样的 我们可能就会以这个东西为主 在网络程式设计上面去 去 介绍这个东西 好 那这是 有关于 node.js和那个网络程式设计的一个这个开发平台 那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上这门课 那下学期呢 我好像还有 对 还有开一门计算机结构 那那个东西呢 我们 我们会从 什么是一台电脑开始的 一直做 最后 教你设计出自己的CPU OK 那各位一定会觉得 哪有可能 我要设计自己的CPU 那intel不是导了 不是这样的 那个 我们所设计的CPU 当然不是晶圆厂生产的那一种 但是其实道理相同 我们所设计的CPU 我不可能 开一个晶圆厂来生产自己的CPU 我们设计的CPU是 是用FPGA跑的 那FPGA是一个客制化的硬体 就是说你可以把程式烧进去 然后就跑 那它是硬体 它不是软体 所以那是 那是 一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各位 各位现在写程式 其实写程式设计硬体 这件概念 其实已经越来越容易 那在这里 OK 我们的计算机结构这一门课 可能会用Vlog这个语言 好 然后呢 我们 一般来讲 计算机结构会比较理论性 就是一直告诉你 电脑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里面的架构 什么模组接什么模组 那怎么样改善它的效率 那CPU是什么 里面的算数逻辑单元做什么 暂存器单元做什么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不够满意 所以呢 我们要真的去做 真的去做 做电路 那所以我们会用Vlog来交 那辅助啦 不完全只是用这个 只是说辅助来交你那些概念 而且交完之后要实作 那所以像我们这边 就举个例子好了 这是一个很容易的 SOR杂的测试范例 那我测试的结果用 iVlog 这就是那个 iColors Vlog 然后去编译 然后就执行 执行的结果 你就会看到 OK 有这样的结果出现 那它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SOR SOR而已 就是只是很简单的SOR A0 B0的时候 C是0 A1B0的时候 C41 A0B1的时候 C41 A1B1的时候 C40 那你可以看到 从前面是有看到 它是SOR 那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那最后像就是说 我们自己设计了一颗CPU OK 而且设计了好多版 那最简单的一版 没有中断的设计法 你会看到我们的程式 这个东西不是软体 这个东西是烧到硬体上面去执行的 那我们的程式 其实没有很长 大概200行 200多行 然后呢 就可以设计出一颗CPU 而且包含记忆体 那我们就测试 再用这个测试很快 因为它就像GCC一样 非常快 那但是测试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真正烧进去 烧进去用 那烧进去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有真正烧进去 那像我就烧到 这测试完之后 我们就用那个 有一个专门卖FPGA的公司 叫Aterra Aterra 它有提供一套叫Quartus 2的开发工具 那你只要把这个 刚刚的那个程式把它 汇到Quartus 2 然后把街角稍微接一接 编一编 那编完之后呢 就可以执行了 那这个东西像 我印象中 我们有在OK 像这里 那这是我烧进去之后 执行的结果 那我们没做什么事了 就做一个很简单的 的测试的程式 然后让它可以数数 就这样 这个有点慢了 360 其实240或许就可以了 这样 好 接着我们要来设计一个简单的CPU 那这个 抱歉了 宁可 好 那就不看了 小学级会用 那就这样 所以 大致上 你设计出来的CPU 是放在FPGA上面跑的 那其实这种东西 你只要再调得更好 最后其实它也可以上晶圆厂去烧 不过我们没有 不会有那个 不会有那个 那个 钱去经验厂烧了 那个很贵的 那随便 随便一烧都是千万几的 钱再烧 那 所以还是 还是在FPGA上面跑一跑就OK 好 那这是计算机结构的正本课 好 最近我还在看一个东西就是 各位如果对软体有兴趣 那你就会学像四川啊 C啊 那些东西 但是因为我做软体程式做很久了 我觉得有点想说 我们可以 再往一些我们没有碰到的领域去做 那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CPU 学Vlog这些东西 那 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OK 数位的部分我们几乎都做完了 那你就会想玩完 那如果非数位的部分怎么做 OK 那非数位的部分其实 啊 也就是电子系所学的那些东西 他们其实主要在学的 也有数位的也有非数位的 但是他数位的学的比较少 我们学的比较多 但他类比的部分有学 我们没学到 啊 那那部分的东西其实啊 当我们电脑玩到就是CPU也自己设计了 然后啊 作业系统什么之类的都自己来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哎 那那部分是怎么做的 啊 那那部分 其实就 就会开始牵涉到 迁入式 其实各位已经在我们系上 现在也蛮注重迁入式的 所以你 你也可以学到迁入式的这一块 啊 那像 哎 这个学期的期末 18 19 21 这三天哦 李静谭老师就是 本来在我们系上去 电子系的那个李静谭老师 啊 他也 办了一个 Arduino的那个 那个 啊 就是 就是 Arduino的训练 那 那 我也有去报名 哦 那 你也 有兴趣的话 应该现在还 还有名额的感觉 哦 你可以去报名一下那个 李静谭老师的Arduino的那个训练 那 那边就是 就是 开始 更低接耳 那 玩玩的那个 啊 CPU的那个 微处理机啊 单晶片的部分 那但是 再往下 再往下怎么办 哦 就是如果你 会有了 微处理机单晶片 之后再往下 啊 那部分就是 设计类比电路 啊 那类比电路 啊 类比电路 类比电路 也可以写程式 啊 为什么呢 其实它不是写程式 它是在做模拟 哦 因为类比电路有时候 你很难 了解它的行为哦 像最近我在交微积分 那微积分里面 我们就要用微 微分方程去解 那个类比电路的 行为模式 OK 但是呢 到最后你会发现说 你能够真正求解的 行为模式的 微分方程 其实是很有限的 你 你有一些很复杂 好几个元件 越来越多元件的时候 你能够解那个 微分方程 其实是很困难 基本上 不太有办法解得出来 那而且 就算你解得出来 真实的情况 也会跟 跟那个解出来的 微分方程 可能会有一点误差 那所以就 就有人发展出 这个是伯克大学 去发展出来的一个 类比程式模拟语言 类比电路模拟语言 叫Spice 那 像我们 刚刚看到 从应用程式视窗那边 一路看 看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OK 我用Vlog 可以很容易写数位电路了 而且 Vlog 的这个程式 就是 你烧进去的 只要你程式写对了 烧进去 基本上不太会错的 因为它是数位 所以 你烧进去是不太会错的 但是类比的不一样 你模拟出来之后 可能跟你真实的 还是会有差异的 你要尽可能让它稳定 稳定之后 你再 真的去接线的话 才比较容易 做正确 但是它还是很有模拟的需求 所以呢 1975年的那个 柏克莱分校的 Donald Pedersen 就发展出 一个 一个 叫做 Cancer 那后来 又 衍生出好几个版本 那 最后呢 是 是 变成Spice 的这个 类比电路模拟程式 那 如果有人学过 ORCAD 可能你就已经 会 Spice 是什么了 但是 我的习惯是 不要 使用商业软体 因为我们没有钱卖 除非它有 试用版 像Visual Studio这样 那 否则的话呢 我们就余力不用 如果它 只能让你用三个月 那我也不太会用 因为 因为三个月之后 你要把就移除 不然就盗版 我不希望盗版 所以 就 就 我会去找 开放岩石码的版本 那 像 最近我就找到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 我觉得还不错 好 这个是NG Spice NG Spice 这个是真正的开放岩石码的 Spice 模拟程式 而且 我觉得品质还不错 天哪 好 SourceForge 怪掉了吧 不会吧 搞不好真的怪了 好 哦 没有没有 还好 没怪 那你就可以从这个NG Spice 里面去download 结果那天 我 我弄了半天 我觉得 开放岩石码真奇怪 那 但是 后来我发现 是我弄错了 我下载了这个 然后结果 我要从岩石码开始重新变异 那 后来我发现 我只要下载这个就可以了 下载这个之后呢 它去 直接把它解开放进去就好 那 你从这边去下载 就可以下载到NG Spice 这个 Spice 应该不会很久 那 这边 你可以看到 OK 我们回到上一页 它其实这边有release note 我那时候就是忘记看它 release note里面通常会告诉你一些重要的讯息 OK 可是release note 哦呦 这里 它下载下 它会告诉你重要的讯息 release note 这一本的release note 没有讲 只讲差异而已 那 对 readme 或许 ok ok 好 那 通常你如果去使用开放延时码 你要先去看一下它的 资讯 那 这边它就有告诉你说 ok 这个2.4版呢 这个档案是延时码 所以我去下载延时码 当然要重新编译 结果我还重新编译了 编译了好久 然后这个是手册 然后这个呢 是 也是手册 这个呢 它就是windows executable 就是可以执行的档案 好 那 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下载这个 好 那我刚下载的也是这个 好 应该 没错 ok 120 130 ok 120130 没错 好 那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抓下来 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 我把它 啊 就放到西草的根目录好了 放到西草的根目录 因为 因为它要解到西草 好 好 然后把它解开 好 解开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ok 这里面有 有 how to use 怎么样使用 这个字 ok 然后呢 啊 比如说 你进西草之后 然后 可以切资料夹 然后 你要先执行这个 在c的spice的bin底下 先去 先去执行这个 啊 ngspice的程式 执行一下 看看 现在 在 这样子 解开之后 可不可以 ok 可以哦 它 有打开了 那执行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 切 换 到 范例的资料夹 好 切完之后呢 我去 sauce 这边 就是 把那个程式 载进来 载进来 载完之后 我就呼叫rump 载完之后 我就呼叫rump 载完之后 载完之后 那它就会跑 那跑完之后呢 你可以 呼叫display 去显示 去显示它跑的结果 那当然 如果你了解类比电路的话 你就 比较会看得懂 这个 爆表的意思 好 那 但是 如果 如果这个爆表不好看 你可以叫它画图 这个 这个就是它 那个类比电路的 时间 按 电压 的 关系图 那 画出来之后 OK 那 你就最后 当然 就是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 记录下 那 离开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这是类比电路的一个开发工具 那 各位 有兴趣的话 如果你学过spice 或者是 曾经用过 像 ORCAD 那种东西 也可以考虑使用开放原始码的ngspice版本 我觉得还不错 好 那 大概 大概 我们 我们杂七杂八的讲很多 那就是 今天 今天 先给各位 介绍很多东西 那 之后 待会 我 我想到什么 我再 帮各位介绍 那有 有兴趣的人 你就可以 想 想说 那我去修这方面的课 好